她是父亲 在女儿眼中 她却需要细心呵护 我爸属于24小时不能离开我 她是女儿 在父亲心中 她却未暗如山 我女儿刺水眼 长保路 你给我喂饭 22年 她用自己的双手 续写了父亲的生命奇迹 我爸我昂熟清凶的在大街上走 我感觉我特光荣 22年 她寸步不离地守候 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却撑起了父亲的天空 这么多年 爸爸多了 太多太多了 如今 已为人母的女儿 又将土路怎样新生 都是我应该的 你是我爸 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一份来自父亲的礼物 又将表达出多少歉疚和痛爱 5月16日21点20分 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一起感受 这份来自亲情的力量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 加油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好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老师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分别是著名的心理专家 白燕仪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青年演员 管乐 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都说父爱如山 可作为父亲 我却要说女儿如山 为了我 她12岁就辍学 在我最沮丧的时候 是她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 20多年来 女儿为我付出态度 甚至现在还被我锁在身边 对不起女儿 妈妈连累你太多了 这个片子让我有点 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时光 我是我母亲 在我刚学会走路 她就不会走路 也就是说 她一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 只是我跟她们不同的是 我没有辍学 但这个女孩子辍学了 父亲饱含着泪水 说要来这儿道歉 那么女儿是什么感受呢 那么首先有请被道歉人 女儿月显秋 大家好 大家好 长得还好嘛 没看见被拖累成什么样 长得依然是亭亭玉丽 父亲饱含着泪水说 要来这儿道歉 你做何感受啊 就觉得心里好像挺过意不去的 觉得我爸没有什么 就是对不起我的地方 因为我性格有点大大咧咧的 有些事情对我爸照顾得不到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是吧 比如呢 比如说我当年就有一些尴尬 我经常会忘记给我母亲倒谈鱼 因为残疾人是只能用谈鱼来打小鞭 你也有过这样的疏忽吗 我是基本上就是我爸属于 24小时不能离开我 我如果出去洗澡或者去买菜 时间长了 洗澡还要出去 我们是农村的 家里面没有卫生间 对 然后就是出去时间长了的话 我会告诉邻居照看一下我爸 然后如果我当天又是洗澡了 又去洗完澡又去买菜了 吃点酒了 老爷子自己在家 他不好意思跟邻居说呀 可能就会尿床啊 他还不好意思和我说 那回家要是掀开被子的话 可能就会觉得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一掀开被子 这个父亲很难为情 然后你心里就会感觉到 非常的过意不去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 除了这个 因为我就是一直照顾着我爸 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 然后有几个要好的朋友 在去年的时候 我朋友过生日 秋天的时候吧 家里有点凉 然后就把窗户给他打开了 在吃饭的时候 我爸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然后我就没接到 等到我给他回电话的时候 是那个 120的大夫给我回过来的 然后他就说 你现在在外面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的话 你叫等你朋友 和你一起回家 抬一下你爸 你爸有病了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 和我朋友们说了一下 就往我家跑 跑到我家的时候 走到那个 刚走到那个房子 跟前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救护车 在那边亮 我又没有看到救护车过 也没有就是 那种看到救护车 去抢救我家人的那种状态 当时就是特别害怕 到了家里呢 老爷子是在和那大夫聊天呢 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恐惧 可能就是凉了 抖了 他就觉得自己 好像是要有什么病了 我就在厨房给他煮面 一边煮面一边哭 觉得我还是欠我爸的挺多的 你多大年纪 我二十六 照顾了你父亲多少年 我父亲是 在我妈怀着我的时候 他有病的 就是我从出生了 懂事了 能力所能及地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都会跟着我妈一起照顾他 你多少斤啊 我一百零四 父亲呢 一百左右吧也 也就是重量相当 你背他吗 还是抱他 我抱他 怎么抱 公主抱 对 只能公主抱 因为他不让背 背着他会喘不上来气 那你现在可有劲了 还可以 我当年背我妈的时候 我妈时常会在我背上说话说 儿啊 你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万一出去别人说你有一个残疾妈 将来找不到老婆 你爸会说类似的话吗 我爸会经常跟我说的就是 我觉得我拖累你了 会说我姐姐 我俩英文还有一个姐 你还有一个姐 你姐呢 我姐现在在福建 在福建 嫁了 她的 我姐夫也是我们东北的 然后他们是去那边打工的 就现在照顾父亲就是你一个人 嗯 容易吗 我觉得还好啊 嗯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不好也得说好 因为我觉得好就是好 你跟别人哭诉过吗 我是属于不太愿意哭的 然后就是今天有点控制不住情绪 你知道我今天看见你最欣慰的是什么吗 最欣慰的是你还做了指甲 你还穿了高跟鞋 你还穿得漂漂亮亮的 不是惨兮兮的坐着 没有 生活虽然艰苦 但是我们透露在世人面前的时候 应该是从容和自信 不要让他们感觉到 我好像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行 这父亲被照顾得不错 你们看不到啊 我这已经看到 父亲已经泪流满面了 来 我们有请父亲 岳伟东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平时就这么躺着 平时就这么躺着 你这样做能做多久 这样做能坚持30分钟 那我们就尽量快一点 既然做得这么累 为什么还要坚持来道歉呢 因为我感觉我这么多年 我今天拖了我女儿太多太多了 多少年 22年 我女儿四岁 刚走路 这狗喂饭 短水 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身体完全不能站 站根本不能站 做得坚持不了多久 您这是什么病症 还没有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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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当年是肋风湿性关节炎 就全身的骨头像被高压锅煮过一样 特别碎 我想问一下您 二十多年 这个女儿照顾得好吗 照顾得非常好 非常孝顺 我们看着父亲现在干干净净 一点都没有那个邋遢样 不管是从肤色 衣着 还是从眼神当中透露出来的精气神 都挺好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患病 半年秋季 秋季特定 但是病情是腰发疼 腿发远 接着到97年就全身瘫痪了 那一年她 小女儿还没有出生 还没出生 大女儿三周岁 您的爱人呢 平均十三年 也就是说老伴走的时候 大女儿和小女儿分别是多大 小女儿十二岁 她十二岁 十二周岁 大女儿呢 大女儿十四周 十四周岁 也就是两个女儿来照顾你 一人两个女儿来照顾我 你绝望过吗 绝望过 03年一天的早上春天 东北春天冷嘛 当时她母亲起来去喝水 到厨房去喝水 喝水回来开门 她的女儿给我惊醒了 我一瞅她走路就不正常 腿也发远 说话还不太轻 跟我说 你是不是有病了 她说没事 然后紧急 然后紧接上岗 她就跟我说一句嘱咐我的话 我就感觉不对劲 她说你要坚强地活着 给俩女儿照顾 我感觉这病背着不对劲 我跟我俩女儿喊起来 我说孩子你起来 看你妈是不是有病了 俩还起来 你问她妈 说还是更不清了 我赶紧喊邻居 俩还给邻居都喊来 各兄弟都帮着帮忙 到时候送到医院 到医院医草 说是心疼病 连一句话都没能说 只有呼吸半个小时就 但是她妈就走了 那是一个让人十分难忘的日子 你还记得 嗯 记得 母亲走的时候 就家里唯一的一个支撑走了 我爸特别绝望 在我妈去世的那一段时间 我爸几乎到了就是 人已经崩溃的状态了 你说剩咱们三个人 咱们怎么生活 我听说在母亲走了以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 你丧失了对于生活的希望 尝试过亲生 因为她妈妈走了之后 看两孩子又照顾我 又得经过点地 我就不想拖累她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 全身不能动 想自杀都没有办法 我只能说靠绝食 刚开始的时候 以为她只是我母亲 其实心情不好 因为那个时候我姐 我们都一样 都不太吃饭 但是只有她 都心情低落 对 她一直不吃 然后后期我就感觉她不对劲 总这样不吃饭 又不喝嘴的 您肯定不行了 然后每天到半夜的时候 她就会有那种 特别吓人的那种举动 就是喊我 然后跟我说 孩子我不行 我胸闷 我上个来气 我就感觉 咱家的屋子就在转呢 我跟你说 爸要死了 还有那个时候我十二 她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 特别吓人 因为母亲刚走 对 当时我就抱着她哭 我说爸你别这样 你想想 你个 我妈已经去世了 你如果再这样的话 我姐我们两个怎么活呀 本来你就是 我妈在的时候 我妈是家里的蜘蛛 我妈去世了 你是我姐我俩的精神蜘蛛 你最起码有你在呢 我们有什么事情还可以问你 不然你走了 我们这么小 我们怎么活 我听孩子再来一说 考虑再啥 不然那孩子你给爸规范嘛 规范咱咱也咱就这么 坚持努力地生活吧 然后那第一年种一年地 家里是几亩地啊 家十二亩地 十二亩地 两个女生十二岁和十四岁去种地 种的什么呢 东北大玉米 干得了吗 干不了也得干 那个时候没有你选择的余地 求生的本能就是告诉你 这个地你必须种 如果不种 你们家人今年活不了 所以你无论怎么累 你怎么苦 这地你必须要去种 这农村打药大家都知道 打药 被它喷过去 把两孩子肩膀上 全都磨破了 那也得有二十多斤吧 我回家我看 心里都相当 相当酸 人家父母都近代的 还是教授外害孩子的 我孩子要照顾台湾父亲 还得这么辛苦 在那一刻 如果说种十二亩地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体力活动 熬一熬还能过去 但是最让人尴尬的是 两个女儿要照顾一个父亲 你是完全不能自理是吧 完全不能自理 你洗澡啊或者是厕所啊 都不能去 全不能 全有孩子照顾 所以说这是最尴尬的地方 两个女儿跟一个父亲 尤其是尴尬的是父亲 不方便嘛 以前都是妈妈照顾嘛 总觉得让我们这么小 又是承受了这么多 在精神上又有一层折磨 对她可能是折磨 但是对我姐我们两个来说 我们觉得是应该做的 就像患者你去看医生的话 你会对医生有禁忌吗 不会的 因为她是我爸 她是生了我们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给的 我们伺候她 照顾她是应该的 是 在一开始 我母亲还比她好一点 洗澡自己能行 自己坐小板凳上 那会儿我才五六岁的时候 就每次她洗澡的时候 我就隔着一门在外面 随时给她递东西 比如烧个热水啊 递个毛巾之类的 她坐里面的小板凳 我坐外面的小板凳 一开始也会有点尴尬 但是人就是这么奇怪 一旦要是内心心中充满了一些 非常纯洁的爱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那么尴尬了 你就觉得这完完全全是在 一种彼此扶持 对 除了照顾她之外 平时像家里的一些家务事 或者是做饭之类的 也都是你们完成 还得喂饭 对 然后那个时候 种了一年地的话 那个就是英勇姐我们俩小 都不会 然后就是收成又是不好 然后我爸就说 你看你俩就是 这一年受了这么多罪 那个收成又不行 光靠这个地 咱们肯定是生存不了的 这样咱们把地包出去 然后去乡镇上租了一个房子 去乡镇上租房子干嘛 在乡镇上租一个房子 我们可以在乡镇的小学 门前摆地摊 然后那个时候 乡镇的房子 是可以招那种留宿生的 什么叫留宿生 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吧 他离他远 他会不回家住 然后在你这里住 你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 然后他晚上在这里住 白天去上学这种的 你们这两姐妹 还挺有头脑的 然后 把体力化成这个智力活 然后那个时候 就搬到了我们那个镇上 然后租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子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没有到学生入学的时候的时候 我和我爸会摆一些地摊 然后我姐就出去打工 那摆地摊怎么摆呢 就是卖些啥 学生用的东西 你可以摆一些本子和笔 或者一些小玩具 小学门口就是要摆小玩具了 到中学的时候就要摆文具了 然后你就在那蹲着 爸爸在旁边坐着 对 那是一幅什么样的风景 我现在回想感觉挺好的 那招留宿生生意好吗 招的那个住宿生 就是基本上跟我同龄 都同龄 也都是十三岁的孩子 甚至还有十四五岁的 他们只是留宿吗 还是要管他们饭 管饭跟洗衣服 这都得他带 但是他还照顾三个孩子 早餐 午餐 晚餐都是一样 给做三个饭 我们想一想那幅情景 就是他招呼的那些人 是跟他的同龄人 就是他们在读书 他不能读书 要照顾他们读书 是吧 夏天可以孩子 听话忙活点 到东北 冬天晚上不都 零下三十多多吗 给孩子洗衣服做饭 跟我女儿小舅 手被全都冻 全都冻 走完之后 上到列上大口子流血 孩子也不说 我看到了 手都冻这样了 他补充了这钱 那些人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说你跟我们同龄 你怎么不读书 他们没觉得奇怪 他就会 也有问过 问过说他那个 你为什么不上学了 你现在不应该跟我们 是在同一个班级的吗 同一个年级的 我说我这个 我得照顾我爸 照顾我爸 我就不能去读书 我上学 我不可能推着轮椅去 带着我爸去课堂 你心里什么感受呢 可能是在那某一瞬间 觉得挺可惜的吧 你觉得委屈吗 不委屈 你觉得公平吗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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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存在的 我认为就是有公平的 你就没有感觉到 一点不公平 我不认为事件 对我有什么不公 我觉得我就是 从我出生到现在 所做的都是应该的 就是你的责任 虽然你会觉得 你生活苦一点 你会觉得你累一点 但是如果你有些事情 你自己看得开了 换一个角度去看一下的话 你会觉得 你应该对你这个生活很满意 我觉得可能是 上天世界 给了我一次 报答我爸的机会 你原来成绩不错是吧 还好 还好 其实最难受的是 她不是你 我知道 就是你如果心里难受 还可以通过繁重的劳动 来进行释放 她看见了却无能为力 对 这是最痛苦的 是的 所以我也就是特别能理解她的心情 而且像她这样的话 还不能天天待在家里边 你还得出去摔摔太阳 还得补补盖 还得翻来翻去 否则的话 这个身上的皮肤会得失诊 对 和我女儿用炉仪 每天对我出去摔太阳 她那是小 身体没有劲 身体一米五十左右 70斤左右 她 70斤一米五 70斤左右一米五 要抱你一百斤 抱我一百二 那时候一百二 抱不动我 含小抱不动我 他有招 给驴椅放到床边 他把俩腿先挪到轮椅上 然后在站床上 把我上面再放到轮椅上 这样一点点 就是挪轮椅上 推出去塞太阳 这个过程你是最难受的 最难受 这个过程我 背的人本身不痛苦 背背在身上的人 内心满心的愧疚 那是最痛 我还抱不了 背我背不了 背的就是出不来劲了 抱着父亲出去晒太阳 应该是你每天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我觉得把我爸擦干净的 然后穿力量的 那也是 往我们街道上一走 那时候在街里 往街道一走 我感觉我特光荣 老光荣的 我推着我爸 我二手心胸的在大街上走 男爷爷爷爷 我也是我女儿最幸福 最奶奶 就这么长大了 嗯 谈男朋友了吗 后来 谈了呀 我估计你也难谈 哪有时间谈恋 那我也谈了 那你也谈了 你行了 你咋谈的呀 你说你天天早上做早餐 照顾留宿生 然后还晒太阳 还要摆地摊 你哪有空谈恋爱 别人给介绍的 我们是礼 但是不是一个乡镇上的 一个小男孩 这个介绍的这个 是你喜欢的这种类型吗 就是还好啊 觉得就是谈的还比较来 也是跟他说了一下 我家里的情况 就是仔细地说了一下 不是大概的 仔细地说了一下 对 就是讲述了一下 以后和我在一起 必须要经历什么 你必须要照看什么 你必须要照看什么 所有什么东西 需要我们负责任的 就包括我爸在内 所有一切我都跟他说了 然后就是他也同意了 你这不是示爱呀 有点恐吓的意思 你这不是示爱呀 你这是通牒呀 就是 你要跟我在一起 跟本姑娘在一起 就一定要爱咱爸 是吧 对呀 这个是必须的呀 你为什么要强 刻意强调这个呢 我必须要跟你说明白了 你同意咱们在研究 在不在一起的问题 其实他长得挺没心目秀的 其实有些女生 也干你这事 取本姑娘 要买房 要买车 然后最好三斤啊 什么什么七七八八的 你没有要求吗 我没有啊 我觉得如果 跟我在一起的话 就是你对我好 对着我爸好 我们就是所有的钱都是 钱都是人赚来的嘛 有人就有钱 我的意思是指 如果你找一个经济条件好的 那不家庭的负担 就能减轻很多吗 再加上你也长得挺尊呢 我就是属于那种老套 比较老套的思想 我还是比较喜欢 找那种跟我门堂互对的 如果你的层次太多了 可能就会跟人家沟通有障碍了 会有啥障碍呀 你以为有钱人就特别高规格吗 有的时候越有钱越低规格 比如说像您 你看那他还会幽默啊 挺轻松 见过那男生没有 你知道他谈恋爱没有 知道 你刚才在听他说 我在跟这个男生谈之前 就事先把所有的条件都说好了 你心里什么感受 心里都很保重 谈了多久 你们怎么谈恋爱啊 我想问一下 小河边坐一坐 不去 不去 情书写一写 什么 情书 不写情书 不写情书 有什么时候了还写情书 短信微信得发吧 可能他在家的时候 我在我们家的时候 会发几条短信 看电影吗 不看啊 逛街吗 推着我爸一起啊 我们会在 三个人一块逛 这有点怪哈 暂时的让爸爸让邻居照顾一下 你们俩之间 互诉中常不更好吗 为什么要三个人呢 我觉得那时候他能帮我抱我爸 他想法很简单啊 找了一牢里 不是 然后我把我爸放到家里的话 家里肯定邻居人家 人家都有日子的 那你不特尴尬 一缩大一件灯泡 从来不给我扔脚 从来不跟你扔家里 那人家俩咋谈恋爱呢 亲个手啊 亲个嘴啊 你没办法啊 没看到他亲嘴 他要亲我就往这边看 有意思 挺温馨的 对 那你没有感觉到尴尬 他感觉到尴尬了没有 他也还好 他也比较很能接受我爸的 可能会在某一瞬间 非常不错 您的男孩非常不错 不错 非常不错 长相和饮品 照顾我非常非常好 你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谈了多久了 后来结婚了 接触了大概半年了 在09年年秋天的时候 摆了酒席结婚了 你看这孩子 对自己结婚的事 记得不太清楚 对照顾爹那事 记得特清楚 记得挺清楚的 09年秋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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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月几号你也没说 我不知道啊 他的生日我都不知道 我的天哪 行吧 行吧 然后结婚了那个 结婚了之后 就怀孕了 结婚了以后就怀孕了 那一步跨过去 住谁家 住到我爸这边 肯定跟我们家 不是住他们家吗 还是 我们就结婚的那天 去他家摆了个酒席 摆完酒席我们就回来了 对方家里对结婚反对吗 他们家人因为属于 跟我爸一个年大的思想 就是可能没有 现代人观念那么新 觉得这孩子能这么照顾他爸 很好又能干活 也是一家善良人 对 我们挺同意的 还是不就嫌恨我的 你很幸运 你很幸运 是的 是的 那个时候真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然后相当于跟入坠一样 到你们家来住了 对 这可难得 农村入坠这是个大事啊 是的 一般农村都不愿意啊 对对对 他怎么就答应了呢 他说我好啊 你有魅力行了吧 你有魅力 住你们家 然后两个人开始承担起了 照顾父亲的责任 对 男孩 女孩 女孩 挺好吧 喜欢闺女吧 非常好 我为什么这么问呢 就这个本来有一个孙女 肯定是一个喜事 但是家庭的责任又重了一份 对于你们的家庭来说 它是喜忧参半的 对 又增加了一份负担 但也高兴 也高兴 你跟孙女感情好吗 你平时会逗他玩吗 不仅我逗他玩 哄他玩 反正我外孙女哄我玩 每天都喊老爷 先跟我老爷你吃 老爷你吃 你要不吃我不吃了老爷 他放学回来 不能就 老爷我就喊 孙女 瞧你那高兴的样 但说句实在话 他在进了家门之后 真正在一起生活之后 这牙齿也有碰到舌头的时候 这个女婿跟你之间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不会有一点矛盾吗 日常生活中 我们真的没有矛盾 小的摩擦 矛盾跟哪才生呢 因为年轻人他玩咱也理解 他对小修照顾得不够关心 怎么不够关心了呢 其中有一次孩子个 小修在厨房做饭 不好意思吧 盘子就弄打了 弄打给手滑 滑出口子了 孩子就吓得 大喊一声 啊一声 我老姑娘咋的了 都说爸没事 我还拿手滑口 我滑多大疼不疼啊 赶紧喊那个小修对象 我说孩子你赶紧出去看看小修 咋的了 我说到两台面 他还坐那儿没动 他在干嘛呢 玩游戏 还不动 我说你赶紧过去看看 你这孩子 都三四分钟了 我回来他没事 滑口没事 我说你可他没事了 你不知道他 孩子手滑口他有多疼 这个我 在这个小事上 我就赶紧你 对我就不关心 今天小三理解 但是理解的前提下吧 还是心疼 还是心疼自己女儿 他真不关心你啊 还是说他只要能接受 你这个家庭就行 不是 我就觉得他如果对我爸 好的话我又不用他照顾 我的一切我都可以靠自己 你就帮我 但是妻子划了手 丈夫关心这是本能啊 然后心里还是有一些不舒服 我听说后来你们离婚了 是 结婚多久 一年多 才一年多 怎么了呢 大概就是像我爸 刚才说的那些事情 就类似发生了过几次 然后我爸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后来我爸就是 开始就一点点喝酒 喝完酒之后吧 然后我爸就爱发一些牢骚 因为就是你普通人 你喝完酒他也是爱发牢骚的 有一些话可能就是会说的 他不太愿意听 然后他也就属于挺静的一个人 生完孩子了他跟我说 那个要不咱们回我们家那边吧 然后的话我就不同意 后期就这人 他是你不同意那就算了吧 那我自己回去 然后我一听这样子说 你回去你就回去 别就吓唬我呢 我又不用你 你走吧我不用了 然后我爸那个时候就跟我说 啊那个你们别这样 是不是可能就是有些时候 我说话不好听啊 这样啊你跟我送进老院去 然后你们回去该过日子过日子 好不容易你说出一家入一家 哪有那么容易啊 我说你别这么跟我说话 你有女儿 你两个女儿 你为啥要去静老院呢 我说对话我就是 你让他自己回去 我不跟他在一起待 那我必须我也跟你 让你在我身边待着呀 你要是如果去静老院了 谁照顾你啊 有几个人像我们是 反正夜你叫起来就来呀 就是你想吃什么东西 虽然我们吃的不好 但是你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的呀 然后我就不同意 就是一点点就是拖到了 就是孩子六个月的时候离婚了 乌漏还偏逢连夜雨啊 本来按照来说 你找到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挺好 结果这一年半就散了 你恨他吗 不恨啊 因为他就是父母身体都很好 又有爷爷又有奶奶 对 他在家里又是独生子啊 肯定就是比较交惯的 对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能答应跟我一起照顾我爸的时候 我就感觉心里特别满足了 就无论他当时是一种冲动 还是无论是一种思考不成熟和幼稚 对 他的每一个举动 其实都出于一种单纯的想法 对对对 可能也是因为年轻 没有能够走到一块 确实也没什么好恨的 但孩子还跟了你 还没有跟他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这孩子还小 我还在不如期呢 我也很回下内心 把他给他复兴呀 但是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 还照过一老爸 他这么多年 我有没有用过他一分钱 算了 我有说苦吗 也会觉得累呀 没有什么苦 我觉得还好 会在爸爸身上哭吗 不会 不会 你怎么横过来呢 忍一忍就过去了 忍 他还给我外孙儿帮我钱点 给孩子感冒打着 自己回来 他被我偷着骨 我感觉到了 现在有几个母亲 是一个人带的孩子特别难 我是经历了这个我才知道 你就喂奶晚上起来得两三次 嗯 这个睡眼朦胧的 然后平时还得 这个吃点营养啊 喝点汤啊 孩子一个感冒发烧 还去医院的等等等等 这家里还有个老爸 特别难扛 就从这点来说 我觉得你特伟大 没有 没有 不高兴啊 我女儿跟我唱歌 在我情绪最低落下 给我买收音机 要我听收音机 听收音机 听一些励志 听一些这个残忍啊 啊 坚强的生活啊 嗯 那听 感觉挺有意思 这样我就越来精神越好 越来精神越爆满 其中有一天 那个电台有 因为狼狼就是胡同那狼狼 他是主持人的 他说车牌号 说车牌号 听中就用手机 或者发短信 他想说一二三四 你要对这一二三四 这五百元钱 你就中到手了 你中了吗 我真就中了 你还真中了五百块钱 真就中了 结果 没跟我说 也没跟我赏了 第二天电台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因为那个电台就是 一个残忍人比较励志的节目 也有好多需要就是帮助的困难人 他都在我没知道的情况下 就把五百块钱捐出去了 他还把五百块钱捐出去了 就是捐过一个他认为 比他还困难的 这五百块钱捐出去的时候 你内心什么感受 高兴 非常高兴 为什么高兴 非常敞亮 终于能干点什么了 对我终于能干大事了 五百呀 好好啊你 我太爱心了 五百 好开心了 你生气吗 父亲应该是这么些年来 从来没有过产出 有五百块钱他给愣捐出去了 你生气吗 你不会觉得这个父亲 这么不体谅女儿 那倒没有 因为我 你如果你不中奖的话 那五百块钱也不是你的 但他不中了呀 问临时 但他中了的话 他中了他就有权去支配呀 我问你那是多少年的事 是12年13年 12年 12年5月份 那会儿家庭收入是谁来负责 你 那时候家庭收入就是我爸的低保 一年下来有多少钱吗 一年下来那个时候 第是六千多一点 六千几百块钱吧 第一保是 一千 七千 七千多 那也就是最多算他八千了 八千你一个月才多少钱 你一个月才八百块钱都不到嘛 还好啊 你最近满乐了 我为这五百块钱真的要点个赞 就在很多人在生活 特别艰难的时候 都会向国家伸出手 向当地的民政部门伸出手 你们不光不添负担 还赚了五百 是吧 从此 这全款的这个脚步 就没停下来是吧 后期我爸就说 这样吧孩子 咱俩成了一个爱心协会 就是像其他公益组织 这那样去帮助别人 当时我就跟我 我直接就跟我爸说的 我说爸我没你那么伟大 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孩子两周 两周岁三周岁的时候 还得抱着呢 你出去我又得抱着你 你再去做公益 我又没有收入 我想问一下咱们用啥做公益 他说你看 别的组织也不是都个人拿钱呀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建一个Q群 然后一点点的忘记着急 可能会延后处就越来越多了 有多少钱现在 每个月大伙凑的不一定 我们每个月是最少一百吧 如果有一个月做两次活动 或者三次活动的话 活动情况比较特殊的话 然后我要收入好一点的话 我就会多拿点 就这个事让父亲从此有了精神益托 对啊 是吧 有事干了 就是在他帮助过别人 别人对他说感谢的时候 你就肯 完全能从我爸的那种眼光里 就泛着泪花的那种眼光里 看到那种成就感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差不多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看到收入人得到帮助了 那种感激的心情 咱也感觉到了 我刚刚注意到 我们录了有四十五十分钟了 你做得还挺好的 今天还哪都不难收 那今天为什么想到来道歉呢 拖累它这么久 影响了女儿的学业 影响女儿的婚姻 反正成立公益组织 又要还要增加经济上不担 精神上不担 体力不担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感谢他 就可以了 干嘛要他上电视感谢 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 知道我有一个孝顺的女儿 我知道你心怀不轨 其实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有这么个女孩 然后让他再找一个 是吧 不管要是这样的 我也真心希望 有非常善良 有孝心的男孩能主动站出来 能给我女儿更多的关心 说想找什么样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争婚了 你可以说一下你对将来的婚姻诉求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什么样的男人 有缘 咱们再在一起 不把它当成一种硬性的目的 跟以前差不多少吧 就这么多年那个要求没有变过 还是你要有责任心呢 但是我现在可能就是曾经 失败过一次了 就是还是有一些教训了 就是对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太多的奢望了 也不想去强求 如果真在我们生活中 可以遇到那样一个有缘的吧 我还是可以慢慢去接受 然后让他也接受我 习惯我 我也去习惯他 如果遇不到的话吧 也就是觉得我和我爸 我女儿我们三个都特别乐呵 挺好的 我特别希望把你这期节目 再做一期 如果那个人真的来了 我们再做一期 谢谢你来了 等着啊 肯定会有 电视机前肯定有很多 真正的爱情会再向你招手 你今年多大年纪 26 你看才26 你看看 风华正茂的年纪你看 挺好 你们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 应该有很多话想说吧 其实真的这一次 我也挺感谢 谢谢你来了这个节目 因为我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可能我的生活当中接触不到 这么活生生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感动一定是感动 但是我更多的是对你的一种敬佩 对你们二位的一种敬佩 你那么乐观 你应该叫管乐 我经常自我介绍说我管着你们乐 但是我发现你真的你太厉害了 你在这么多的这种强压下面 你可以做到还能如此的乐观 那么开心 而且我就像看到你现在是挺挺欲力的 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你完全有机会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 带着你的爸爸一起 让你的家里人更加的圆满和美满 我要祝福你 加油 上场爸爸就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包袱 我是一个累赘 我们每一个人活着 最大的一个期待是什么 就是我需要我活得有价值有用 我不是一个累赘 我不是一个负担 所以我觉得老乐的这26年 是一个特别艰辛的26年 她一直在跟自己内心的这种孤独 无助 无力 无价值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去斗争 而这个斗争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我要满足我12岁的女儿 当时在床边跟我说 爸爸你要活下来 妈妈已经不在了 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了的话 那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其实老乐你一直是你女儿 能够去有一个家的 幸福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你一直都非常地有价值 你特别地勇敢和坚强 你做到一个爸爸 应该做到的一切 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勇敢 在我治疗的很多的心理患者 他们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他们四肢健全 他们甚至风衣足食 他们没有这份坚强 所以老乐你是一个 非常坚强的人 你的价值 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 你今天来完成的第一件事是证明 证明天良存在 这很重要 在今天大家都热爱成功的年代 这无比的重要 谢谢你来了 谢谢老师 你完成一个证明 让更多人去相信天良的存在 坚守人性 坚守我们人本身 我们就应该有的东西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说说他的父亲 我们过去歌颂爱心的时候 可能总是说一个人 能让另外一个人 能让另外一个人活着 就已经难能可归 但他竟然迸发出了更多的光芒 我喜欢 我今天送给大家一个忠告 谢谢你们来的一个忠告 就是如果一个人 不爱自己的爹娘 或者作为爹娘 不爱自己的女儿 远离这样的人 如果他说你 他爱你 他一定是个骗子 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爱 等待爱的人 谢谢 他们这个故事呢 说两个特别质朴的 我们歌颂的道德 就是善良与坚强 其实很多人内心都是善良 但是因为在生活当中 经受不出诱惑 又或者是自私的想法 蒙蔽了这一次善良 天良的存在 使得你们对于生活 没有更多的苛求 就像你所说的 500块钱捐着就捐了 是吧 我平时带孩子 除了一些必需品之外 也没太大的需求 我不需要找多有钱的丈夫 只要他能够对我付近好 这都是善良的体系 另外一点说到坚强 其实一个人死挺容易的 但为了一个人活很难 就比如说其实他也很难 他这天天不能动着 是吧 这个什么东西都要别人伺候 然后呢 他还坚强地活了这20多年 其实被人伺候是件 特别难受的事 不要以为被人伺候 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那是一种控制 但真正的自己 什么都不能干 要被别人伺候着 是一件对于自己来说 特别无能 甚至是有点耻辱的事情 他为了这份爱 他活下来 所以说要告诉所有 看过这期故事的人 坚持自己的善良 不要那么冲动地选择死亡 能够真正地为爱活下来本身 那就是生命的意义 就是爱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进入 谢谢你来了 一直以来 我就有一个情愿 向我女儿说声对不起 因为我拖累孩子太多了 小舅 闺女 爸爸对不起你 这么多年爸爸多了你 太多太多了 还是那句话 都是我应该的 你是我爸 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很多不孝子孙 好好学学这句话 本来是我应该的 带了一件礼物来 来 来把礼物传送带转起来 来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 打开了 什么呀 好好好 一把扇子和一块手帕 好 唱唱二人传是吧 能唱吗 唱两句歌吧 来来来来 谢谢你 你个子真小 刚才坐在凳子上 很好地隐藏了你的身高 你看这么小的身体 照顾父亲二十多年 把他背上背下 巴上抱下 你看就这么 这个子 你给我们唱什么呀 唱 唱几句父亲吧 唱几句父亲啊 你好好看着啊 谢谢我爸 谢谢我爸 谢谢我爸的礼物 谢谢我爸 我爸的老父亲 我最疼爱的人 人间的甘甜有十分 你只长了三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 我没有做够 要求你呀 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好了 夫妻 你能把他从那推下来吗 可以啊 这有台阶你行吗 可以啊 真可以呀 我不帮你啊 我不用你帮的 让我们来看看他平时的工作状态 来 我帮你拿着东西 谢谢 他还穿那高跟鞋 这个东西是圆的啊 这个台阶 可以的 这么问题是吧 没事 你看看 真不错 这家里上上下下 这就比这种困难的环境多的地方 可能还更平凡一些 是吧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你还得推着继续往前走 行吧 有个要求跟普世人多来 喝呀 还可以 没问题 那三位嘉宾都可以 来来来 来来来 我还有一个爱情演示 王大夫 还有一个王大夫是吧 来来来来 还可以我来 爱情演示 顺便我呼吁一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或者是相关专业的医生 因为老月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确诊病因 如果有这种有能力 或者是有经验 能够提供相关的服务 或者是相关的医学的经验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栏目 帮老月更早地确定病因 使她的身体状况 会变得更好一些 拜托了 来 我念321 321 茄子 老月好好的 一定好好的 这么多年 爸爸多了一 太多太多 小焦 微量 爸爸对不起你 我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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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爸爸的 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我曾经 我曾经 所以说心中有善良 就像石老师所说的 天良的存在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更容易寻找到幸福 如果你有什么 需要道歉的 需要说对不起的 需要感谢的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将帮助你 我们将帮助你一起 华丽转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中国故事 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 最愧疚的就是我的母亲 对父母有点愧疚 但是我女的女 妈妈 妈妈 前男友妈 书中同学 是我老婆 没有 没有 并没有 没有 年轻气盛 就不好意思 逝世的时候 我没有见得到吗 然后跟她沟通的机会 有点少 没有什么语言 能够表达出什么情感 你先年少无资吧 对不起 真的很抱歉 我觉得特别真实 非常对不起 对不起 最后你再对她好多 我妈妈也配一个 爸爸妈妈 其实我还是很爱那个人 母亲对不起 还要和你继续在一起 我很爱你 妈妈我爱你 爸爸我爱你 爸爸我爱你 爱你